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的频道,我是累 今天是一期有关优衣库一一多穿的分享视频内容 那我们的主角就是我现在上升的这件来自于优衣库U系的园林短袖汉衫 那虽然优衣库U系的它在每年有两次春夏和秋冬有新品上市 但是这件作为U系当中的一个基础款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出 只不过颜色会有不一样,会有当机的新色 但是黑色白色一般都是作为基础色,每年都会有的 那今天就把它作为我们的主角和大家分享几套它的传达分享视频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请继续收看吧 那对于这件短袖呢,其实我在去年夏天有出过一期它的不同颜色的一个穿搭分享视频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支视频 那今天只是针对这其中的一个黑色作为一个一一多穿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的视频将会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件衣服它的一些尺寸选择啊 它的一些设计细节等等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用这件衣服做一个一一多穿打造不同风格的几套穿搭和大家分享 好,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这件衣服 首先它的领口设计呢,是一个圆领 而且呢,领口呢,是有点偏上的 就是不会有那种走光的一个风险 这边你完全不用担心 那袖子呢,是属于一个正常长短 不是那种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这种五分袖 但也不是那种很短,短到就是遮不住我们这边肉肉的 是属于正常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样一个上身效果 那它的一个版型呢 虽然不是那种很紧身的 会包住我们身体就显出曲线的一种版型 但是呢,也不是那种宽松的 是属于正常偏一点点修身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穿的正好的话呢 就选择你平时经常穿的尺寸 那如果说想要宽松一点 舒服一点的话呢 可以选择大一码甚至两码 问题不是特别的 因为它即使你选择大码的话呢 差别呢,也不会特别特别大 因为像那种oversize 如果说一旦尺寸选跳了一个尺寸的话呢 就会差别非常大 这件呢,还可以 那我的上身呢 我一般平时优衣裤 其实在我生宝宝之前 我一般穿的是M 穿的是正好的 然后呢,生了宝宝之后呢 我一般不管是这种T恤啊 还是就是那种衬衫 我一般都会选择L嘛 但是这件因为它是有一点点偏修身 所以呢,我现在上身的这件呢 它是一个XL的尺寸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上身的一个效果 那还有呢 它的材质呢,是100%纯棉 所以上身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那说到100%纯棉 其实优衣裤也分很多种 那这件呢,是属于比较厚实的这种纯棉 虽然后实,但是呢,是一种很松软的 所以呢,我是非常推荐这件衣服的 那即使你平时不再考虑那些 如何搭配它的造型 作为一件非常基础的这种 夏天的短袖汉衫来说呢 这件呢,是非常非常合格的 而且呢,因为面料是非常厚实的 所以呢,是非常显高级感的 就像U系列这样的一个走的概念一样 那这件衣服呢,因为是基础款 所以呢,它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因为它都是纯色,没有任何图案的 那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去搭配 那黑白呢,基础款呢 是最好搭的,也是最好穿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比较特别的话呢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亮的 比如说橘色啊,橄榄绿啊 或者说是一些粉色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做一下挑战 那接下来就来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用它来做多套不同风格的一个串搭 那第一道穿搭是整体以黑色为主色调的 酷酷帅帅的穿搭 那看一下细节部分 首先呢,上半上选择了我们的主角 黑色短袖原理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搭配了一条9分长度的黑色西装裤 那鞋子上呢,选择了今年非常流行的 黑色的罗马凉鞋 那整体都是黑色,需要一些视频作为亮点 首先就是腰部配了一条具有亮点的一个皮带 然后呢,在视频的选择上 也是选择这种酷酷的这种银色的链条式的项链 让整体呢,就是非常非常酷 但是又有一些小亮点 提高我们的一个时尚度 那整体效果呢,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这套用于通勤的话呢 可能会有些随意吧 因为毕竟上半上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汉衫 那如果说平时逛街啊 或者说是像我们有宝宝的妈妈们出去带公园 滑的时候呢,这套穿搭呢 运动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而且会让人觉得啊,这个妈妈真酷真帅 那如果说想做一些特别的尝试的话呢 可以在外面再加一件西装小马甲 整体效果呢,就是这样子 会让人觉得更加有一些帅帅的一个 感觉,再配上一副圆框的一个小眼睛 我觉得应该还蛮可爱的 那第二套穿呢,我们保留了上半身 下半身呢,换了一条非常宽松的一个长裤 然后呢,搭配了一双黑色的Vance的球鞋 那这条裤子呢,也是来自于 优衣库EU系列当中的一条 非常有人气的爆款裤子 那应该是在两三年前第一次退出 然后呢,当时呢,非常有人气 几乎都买不到,买断货 以至于当时就是日本的男生 都在和女生抢这条裤子 因为它是女版的嘛,但是因为设计的话呢 很特别,它前面是褶皱的 然后后面是西装裤设计,非常的特别 而且也分不出就是到底是男生穿的 还是女生穿的,所以呢,男生也非常受欢迎 第一次发售呢,就是几乎都买不到了 然后呢,隔了一年呢,EU系列又推出了 类似款,那当时可能因为之前 大家都买过了嘛,可能人气没有那么高 所以呢,可能还有很多货 我就在当时入手了两条 一条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条就是淡米色 然后我还录了一条就是有点像 橄榄绿色一样的,如果有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版型是一模一样的 它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 旅行身材,因为它在这个 腰部设计呢,是有松紧带的 然后呢,臀部这边又做得非常松 就前面是很松的褶皱的 就不会让我们前面好像看上去很 很胖,很橘促 那后面呢,又是西装裤的设计,会让整体的版型 显得非常的挺阔 所以呢,这条裤子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那这套穿搭整体呢,就给人非常的随性 但是呢,带了一点高级感的一个穿搭 就像整体搭配的都是优衣库U系列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套穿搭 那如果说想带有点小特别呢 可以在视频上选择一些比较夸张的 给人印象深刻的一些视频 但是呢,也不要过于复杂 就选这种比较酷酷的这种银色系啊 或者说链条式项链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下面来看一下这套穿搭 整体的颜色呢,非常的简单 属于非常低调,但是带有点高级感的穿搭 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一些细节部分 上半身呢,选择的是这次的主角 圆领短袖黑色的汉衫 那下半身呢,选择的是一条 九分长度的白色的西装裤 那当中呢,用一条稍微带一点夸张的 这种皮带的头来修饰整个腰身 让整体呢,有一个重点 也让比例呢,显得更好一点 那在鞋子方面呢,选择今年非常流行 这种非常粗犷的罗马凉鞋 选择的也是一个黑色比较低调 为了和整体做一个统一性嘛 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加休闲一点的话 你可以选择一些球鞋 比如说黑色的Vans的帆布鞋啊 或者说是宽位的帆布鞋啊 或者是小白鞋都可以 那如果说你想再正式一点的话呢 可以选择一双黑色的这种皮鞋 或者说稍微带一点尖头的 或者圆头的皮鞋都可以 所以呢,根据不同的鞋子选择呢 你整体的风格呢,也会有变化哦 那如果单这样穿呢,会觉得好像过于简单 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色 就每个人都会这样穿 所以呢,我们在外面加了一件 oversize风的一个西装 来自于Yoyuku的U系列 和整体的一个高级感风格呢 是非常非常搭的 那颜色选择的是一个淡淡的米色 和里面的黑色白色呢 也是有一个统一色系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选择白色的话呢 和裤子会有点相撞 选择黑色的话呢 会让整体好像不太有精神 所以呢,建议选择这种淡色系的 但是又比较提肤色的呢 还是比较推荐的 像如果冬天的话呢 可以选择一些深色系 现在因为是夏天 选这种淡色呢 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凉爽 也更加的高级吧 那为了更加增加整体的一个高级感呢 有一些小tips 首先呢就是穿这种 oversize 型的西装呢 尽量呢建议呢 还是把我们的袖子呢 往上撩起一点 但是你要不要非常整齿地把它约起来 就是非常随性地这样把它撩起来 撩到差不多是 七分九分的一个长度 然后这个也可以这样 这样的话呢 会让整体呢 显得更加的随性 然后呢在视频上面 那我呢 其实说实话 不是喜欢把很多叮当的视频 都挂在身上的一个人 就是以简单为主 所以呢 就是因为皮带上 已经是一个亮点了 所以呢 你其实完全这边什么都不带呢 也是可以成立的 那或者说带一个 比较职业性的这种手表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要带的话呢 可以选择比较 就是简单或者粗矿鞋 这种链条式的项链 你把它放在这边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说上班的时候 觉得比较复杂的话呢 可以把它拿下来 如果出去玩的话 下班之后呢 可以带这个项链 让整体呢 更加的有一个时尚度吧 那整体效果呢 就是这样子 这套穿单 我觉得不管是上班 还是自己出门逛街呢 都是可以适合的 你只要在一些 稀小的地方 比如说鞋子 做一些更换的话呢 就可以适合不同的场合 那接下来 他穿搭也是走的 一个帅气风 大家发现 搭配下来这几层 一般走的都是 中性风帅气风 其实也是符合 我现在当下 当了妈妈之后的 一个穿衣风格 比较随性 舒适 但是带有点 小帅气的风格 希望以后呢 也会给大家搭配出一些 比较淑女的 可爱的风格吧 那回到今天这套穿搭 那我们的主角 短袖的一个 黑色的汉衫 然后呢搭配了一件 小小的一个 短款的西装嘛 它显得更加帅气 那它后面呢 是有些短的 所以呢会让 后面看上去呢 就是腰线比例 更加的好一点嘛 那下半身呢 搭配了一条 黑色牛仔 比较粗的那种 厚实的牛仔的短裤 那显得更加的帅气 而且呢 因为是材质比较粗的嘛 所以呢 不是很贴身 会让我们黎静先生的 下半身呢 缺陷也能够 稍微有一些掩饰吧 那虽然我的腿呢 不是很漂亮 就是又有肉 然后又粗粗的 但是呢 也不妨按我搭配 一些非常可爱的袜子 然后配上凉鞋 让整体呢 显得更加的帅气 又有点小可爱吧 那最后的穿搭呢 和之前有些 完全不一样 那就是一个 可爱风的一个穿搭吧 那我其实现在 也不太走这种风格了 只不过 我把这件衣服找出来 想着 和这个黑的衣服 还是蛮百搭的 就来给大家 做一个穿搭 试试看 那上面呢 就是用黑色的打底 然后呢 配上这个小吊带上衣 那其实呢 像这种小吊带上衣呢 你里边不管配白的 或者是黑的 简单的这种 单衣的T恤呢 都是非常好搭的 那下半身就选择了 白色的裤子 然后搭配了一张 去年买的一双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凉鞋 也是那种罗马型的 但是它是没有跟的 是平底的 所以走起路来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整体呢 就是有点可爱 加上一点小淑女风吧 说实话呢 我上身这套穿搭 我自己都觉得 有点不太习惯吧 因为真的很少 穿这种风格的衣服 就当了妈妈之后 但是呢 就是以前呢 我还是蛮喜欢 尝试这种可爱风的 还有呢 就对于这种吊带的衣服 尤其是这种 很细的吊带的这种连衣裙 像日本的日系穿搭 这种吊带的连衣裙 然后配上这种紧身的 这种内搭的小汉衫 不管是白色的 或者彩色的 还是蛮流行的 但是我自己呢 其实可能因为 一方面是 可能身材的关系 可能不太适合这种穿搭 还有呢 就是自己的骨架 比较大嘛 其实像这种 就是日本小女生穿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但像我这种大骨架 其实可能会有些 好像感觉怪怪的 所以呢 我很少做这种穿搭 我自己呢 也不太喜欢这种 细带的连衣裙吧 如果说是上半身的 这种短的衣服呢 我还能够稍微尝试一下 但是整个长裙 这种细的吊带呢 我就是有点 就是不太愿意去尝试 而且穿着会让我感觉 好像浑身很不舒服 这边会比较紧吧 这个感觉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去做搭配 那以上就是我 对这件衣服 不同风格的 一些穿搭分享了 有没有哪套 是你喜欢的风格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这件衣服 除了黑白基础色呢 其实其他的一些亮色呢 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如果说啊 你想做一些特别搭配 就像最近流行的 这种多巴胺穿搭 你就可以用它的 比较亮的颜色 去搭配一些 比较特别的裤装啊 裙装啊 我觉得应该也会 非常有活力啊 对了 还想说一点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 一一多穿的视频 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搭配的一个理念 如果说你没有 一模一样的单品 完全可以找一些 类似的单品去做代替 也能够达到 同样的效果啊 或者说是用你 比较特别单品 可能会达到 比我还要好的效果 一定要去多多尝试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 一一多穿的分享内容啦 希望给大家 今年的夏季穿搭 有一些灵感和参考 那如果喜欢 今天分享的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啊 那我的视频呢 也会去分享更多 我在穿搭方面的一些视频 还有我的优衣裤 穿搭分享主题 还有呢 我在日本生活的 所见所闻所感 我的雷看日本主题 那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哦 好 最后祝你们升级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